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來 風濕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啊?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圓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法律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Hello,Diana,你好,大家好 Hello,大家好 我們今集的題目是自閉症的自然醫療 我相信大家都會聽到現在越來越多小朋友有自閉症 那究竟是為什麼呢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聽到一些資訊 會說因為是說打了免疫針 那又有些人可能說飲食方面 或者是污染、遺傳 那袁醫生究竟自閉症是一些什麼毛病 大家都知道自閉症是越來越多 可以說是一種早年兒童的成長問題 就是發展成長的問題 通常我們有一種有一個特別的名詞 叫做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叫ASB 簡單來說就是自閉症的普世障礙 即是說自閉症的症狀方面是很大的發展 即是很差異的 有些是很嚴重的 有些是跟一般的生命仔表面上不太差的 即是有一個Spectrum 即是好像紅爪、黃綠、青藍子 其實很多方面的 所以就有出自閉症補系的障礙 通常是我們的神經系統的成長發展出現的毛病 而進而影響審問制 在大家互相溝通 以及交往和溝通的出現問題 通常有三類的 就是語言方面 行為方面 以及社交方面 通常這三個主要的範圍 會影響這些所謂自閉症的問題 所以症狀當然由很輕微到很嚴重都可以 有些時候 有些時候 小嬰兒的嬰兒很小已經提出了 才發現到這些問題 有些時候 小嬰兒都幾歲之後才知道 才體會到原來的問題 現在估計 在美國 大概有九十一個小嬰兒 是有一個 現在都知道 男生比女生更多 最近的資料 可能都說 一路一路增加 好了 現在的所謂流行的醫療 現在的醫療 就覺得 那個症狀症的成因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正如剛才說 有些人說 它可能是一個環境 是一個因素 也有些人認為 其實目前的主流 或者傳統的醫療方法 治療或者預防自閉症 其實是很不足的 很多治療方面 或者整傳性的醫療 其實它能夠提供一些更加安全 可以這樣說 很多時候是非常之有效的 其實的方法是幫助這些小嬰兒的 在氣溫方面 有些人說是同一個環境 是吧 也有些人覺得是我們的疫苗注射 我跟大家在我們的節目 都已經說過了 有些地方 譬如有些人 因為他們的宗教 和習俗方面 他們是不會打針的 例如美國的阿米歷 那些人 大家有時都看到 阿米歷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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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國 在Pennsylvania 那些地方比較多 在東北部 比較多 通常那些人 就穿黑色衣服 黑白 他們不會穿 顏色的衣服 通常還是駕駛馬車 也不太用電 那些阿米歷那些人 其實他們傳統是不會打針的 那發現 在這些 都很多 很多萬的阿米歷的人 裡面 自閉症的宗教育是很少的 其中有個研究 發現 應該可能要幾百個 自閉症的宗教育 就是以美國的 平均患病率來看 但竟然只發現 都三位 其中一個宗教育 其中一個宗教育 是修養的 十分仔 由中國修養 所以就打了針 那 其中有兩個 可能都不太清楚 為什麼他們會有 但基本上 不打針 那些 那些 暴落的人 是自閉症的 很少出現 所以有些人說 很明顯 跟打針有關 那 還有其他可能性 就是那些 有毒的重金屬 那 也都可能 我們那個 長度 和免疫 是長期的 受感染 那 也都可能 是營養的問題 營養不足的問題 也都可能 因為食物的不受 或者敏感 那 有些人對那些 化學物質 叫做Parabens Parabens 或者 Falates 那 這個字 也是L法學名字 是 Parabens P-A-R-A-B-E-N-S 是 最流行 肌病 甲酸 G 還有 Falates 就是 鱗病 甲酸鹽 那 可能這些 那些化學物質 就是破壞 神經系統的發展 是的 最近 都看到很多 洗頭水 都會說 沒有 Powerband 的註明 是的 大家都可能 在這方面 有時候 有報道一下 那 自閉症的症狀 就是 有什麼症狀呢 根據 NIH 即是 美國的 國立的 健康的 機構 NIH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它通常 就有幾類的症狀 那 早期 你看到 譬如 十分仔 到一歲 都不懂得說話 即是 不懂指指 嘟嘟嘟 有時候 他表達得不好 他都會亂說 亂說 在審問仔的堂 那 到一歲 都不發現 這些審問仔 懂得 亂說 亂說 聲音 或者指手 指腳 他都不懂 這就是其中的徵象 那 到 十六個月 連一個單詞 都沒有說 或者 到二歲 的時候 雙語 雙語 雙字 的句 都說不出 這就是一個 跡象 還有 就是 對那些 名字 沒有什麼 反應 你叫他 他完全沒有什麼 反應 還有 就是 那個 語言方面 沒有語言的能力 還有沒有社交的能力 還有沒有社交的能力 還有一個 很容易看得出 就是 眼睛的接觸 那方面 是很弱的 或者他不喜歡 他不喜歡 亡人 我以前和大家也分享過 有一個作者寫的書 叫做 《vaccination social violence on the American brain》 它裡面分析得很清楚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的疫苗注射裡面 那些 防滐劑 水銀 破壞到我們的神經系統 令到我們那個 我們叫做 感應的神經系統出現問題 所以 嬸子的眼睛 去感應你 看他 他神經系統不懂得怎麼處理 所以他會不預備 目光的自觸 好了 還有一個症狀 就是嬸子很喜歡 對玩具方面 或者一些物件 很喜歡排列 有一種很強迫性 做一些這樣的行為 還有一個症狀 就是不懂得笑 以及社交上 沒有什麼反應 好了 這個就是早期 你會看到這些症狀 大了 你會看到 他們沒有什麼朋友 就是 那些學童 去到學校那邊 就沒有什麼朋友 又沒有什麼同僚 也都可以這樣說 就不會跟別人 打開一個話題 如果你跟別人說 可能會反應一下 但他很少很少 他會主動跟別人 開始交談 還有 就是他 那個想像力 就是嬸子很多時候 玩東西是想像的 是吧 自己玩泥公仔 玩一些積木 玩玩玩具仔 其實是自己想像出來的 自閉症的食物仔 通常在這方面 是沒有這種想像的能力 以及社交方面的事情 還有一個情況 就是他們很喜歡 重複 例如說一些事情 會重複 重複說完又說 又說完又說 還有一些 就是他對於外界的事物 發生興趣是很少的 也沒什麼有興趣做的 就呃呃呃滋滋 也都很多時候 很可能 對某些的 的興趣是特別強烈的 有時候你記得 那些審問授 對於寄的那些 汽車的那些 那些號碼 條路線 他很有興趣 記得非常之好 所以这些都是其中一种容易看到的自闭症 在另一种情况下,它有一种习惯性的 所谓我们叫做routine ritual 例如它出街,它一定要向右转 或者它穿鞋一定要先穿左脚,才肯穿右 如果你帮它搞乱了,它会很难处理,它不知如何处理 这些都是我们常见的自闭症的迹象 在今时今日香港,我们也看了很多自闭症的身份 我可以这么说,我已经三十多年了 在早期,我根本从来没有见过 在加拿大从来都没有见过 在香港都是最近这五年间,十年间 突然之间多了很多 这些都是香港很多少 我觉得家长很快都看得出 身份制有这方面的问题 袁医生,那自闭症有什么是为之风险的因素呢? 我们也在所谓现时的流行医疗 一般的西医疗里面看 如果你的家里面有家人 或者有其他兄弟姊妹 是有这个问题 这个是会增加的机会 有时候我都发现 有时候有时候 家里的十分仔可能有两个 都是有的 不只是一个,两个都会有这个问题 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 那其中一个情况 就是妈妈在怀孕的时候 吃了某种西药 这个也是一个可能性 就是增加患病的因素 也有时候 那个十分仔 有其他的健康上的医学上的问题 或者那个 我们叫做染色体的问题 或者叫做脆弱的X症候群 或者叫做糖痴症候群 那这些这样的 遗传的那个 那个毛病 也都会很大量增加 这个多自闭症候群 嗯,明白 这一节时间差不多 稍后回来继续自然来发愿 我们平时喝的水 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之源 健康之全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欢迎回来 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自闭症的自然医疗 袁医生啊 现在在自然医疗 和整全性的医生方面 他们觉得自然医疗 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他们都发现了 有几个可能性的成因 第一就是有毒的金属 包括水银、银和铝 水银是因为很多的疫苗注射 就是那些疫苗里 加到一些水银 除了水银 也加到其他化学物 这是一个 很多人认为真正的问题 第二就是 认为是长期的感染 尤其是腸道的感染 包括抹菌的感染 或者长期病毒性的感染 在英国曾经有一位医生 他是一个西医 一种肠胃科的医生 他发现很多自闭症的 肠胃症 是他去看病的时候 有很多肠胃的问题 于是他发现了根源 在他的理论 其实很多时候 因为我们疫苗注射的重金属 就导致我们肠胃的长期感染 令到很多毒素 可以从血液里面带到我们的神经系统 导致神稳制这方面的问题 他在这方面 他结果是如何 治疗腸胃的感染 他不是普通自然的医疗方法 他只是用传统的西医方法 他发现 如果神稳制 你将他的长度的 所谓慢性的感染 治疗症也会好 实实在做过很多小朋友 从这方面的角度去处理他 阻碍的情况 就是长期的脑袋和神经系统的发炎 包括所谓的疫苗注射 也可能是环境的化学物质 以及可能因为长期的感染 这就导致我们的脑和神经系统 长期处于发炎的状态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身体排毒的机制出现问题 就是我们肝的排毒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在治疗医疗里面 处理神恩仔的治疗症 都有不同的排毒方法 就是清肝毒 清肝 南巴推动 都会企与这个方法 最后一个原因就是 营养的不良 营养的缺乏 基本营养的缺乏 我们也会在营养的补充 是一个很大的方面 另一个就是我们身体的消化系统的功能 以及吸收问题 我们也叫做Liquid Gut Syndrome 即是腸瘤 其实和营养所的长期发炎 其实都很相似的 我们就会如何将腸瘤的问题 要维修回来的 其中一个就是食物敏感 以及不瘦 主要是Glutin 即是面羹类 和KC KC是一种 牛奶里面的蛋白质成分 好了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我们身体本身的生存在着 清天性的生存在着 导致我们的 胆固醇的缺陷 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的胆固醇 我们身体的神经系统 其实需要胆固醇 所以我也跟大家说 不要乱乱吃抗胆固醇药 因为身体的胆固醇 大部分都是由自己身体内部制造出来的 不是跟我们的食物有关的 所以你试试吃这些胆固醇 将它降低了之后 其实在外国试试 因为吃胆固醇药 它就会导致它意外多了 而且它自杀的经验多了 很明显 胆固醇和我们的神经系统的 物料是很大的关系 还有一个就是 环境的毒素 我曾经说的 Parabens 很多洗头水 现在很多都强调 没有这个成分 Fiferase 这个就是素胶 这个就是我们在自然医疗里面 或者从事整传医疗的医生 通常将自闭症的成因归咎 综合在这方面 那现在在自然医疗方面的专家 有没有什么共识去处理这个自闭症的问题呢 那大家都会明白 很多问题都是越早治疗越好的 对不对 那就是如果你越早发现到有这些问题 就早点开始 就是那个改善的机会 是会比较大 就很大 十几岁超级治医 那那个效果会比较弱一点 那我们有很多的方法 那也有很多医生在这方面 因为实际上这些问题越来越多 那很多人都被迫都要去研究 就是你病人里面那么多这种的病 那怎么处理呢 那在饮食方面最简单 我尽量一向都是这样主张 尽量吃一些完整的食物 是一个天然的食物 尽量 那你包括蔬菜 水果 浆水果 氨 果神 即是果仁 和种子 那吃的多些不是酵母的那种 那不是酵母的那种 那些酵母的那种 那种就尽量的减低 那 那有时我们在那种 吃的一些 蛋白粉 其他的营养 食物方面,有什么要禁忌呢? 我们发现,很多时候,食物贴了物贴的食物 没有莱、巴黎、大麦、小麦、烟物 这些都是酷酷比较高的食物 不会有蛋白质的食物 至少在谷类方面,要留意 以及在鱼类食物方面,也要留意 我们会不会对其他食物有敏感 这些可能也要做一个测试 其他方面,不要尽量避免人工的色素 人工的染料色素 人工甜味的食物,例如Aspatine 以及高单糖的食物 这方面,要尽量减少 那有没有什么针对性的方法去处理自闭症? 在治愈医疗的角度 即西方治愈医疗的角度 第一,我们会用一些消化酵素 因为我们已经说了 可能是长期的食物的腸瘤 或者是腸道吸收的问题 那我就会用消化酵素 要加强给它 也会用一些所谓的盾汇汁 用一些帮助腸道 即是维修腸瘤的问题 在腸道方面 也会用益菌 即是好的菌 我知道我们的腸部 有80%的淋巴 其实在我们的腸道那里 很明显 我们的腸道的益菌 那个环境 即是好的益菌 是保护我们身体的免疫能力 所以我们也会服用一些多方面的强度的益菌 如有 如有始终那些必需要的脂肪酸 对我们的脑袋的正常功能是很重要的 大家外面都经常听到一些广告 奶粉里面要加一些EPA DHA 其实都是帮助神经系统 那还有一个工具 我们会用的就是维他命D 我和大家也说过几次 就是说维他命D 最近被人发现 其实它不是单止一个维他命 其实它的功效是很厉害的 那有一种说法 如果你能够保持 用多些西 和维他命D3 其实大部分的癌症 都可以处理得到 那我最近认识了一个朋友 他有一种新的科技 是可以制造一些西 那你知道了 很多的金属 重金属 微元素 我们身体有时候 是不太容易吸收到的 那这个人 因为科学家 就将这个西 成为一个液态的西 那么它说 它做动物的治疗 比如养鸡 那鸡 鸡就不会有禁流感 这种问题 所以这方面的资料 科学家 都会越来越出现 所以维他命D 是一个很重要的 服饰量 大概2000-5000 国际单位 那 那 最后的工具 叫做Carnosine C-A-R-N-O-S-I-N-E 我英语 中文叫做基态 Carnosine 这个是氨基酸的 这个氨基酸 这个氨基酸 就是会改善 我们的神经系统的功能 那么通常我服用化 都是400mg 一日两次 那些Carnosine 可以这么说 是很多 就是属于一种 营养的补充剂 一种氨基酸的大物质 那还有就是 Megnesium 那我知道 Megnesium 是可以 保护我们的神经系统 那我们的分量 是从200mg 一日吃两日 一日吃两次 那我也发现 有些病人 我自己病人 有时候 他会用那个纤维盐 Megnesium Phosphate 那他发现 他十分之后 加了Megnesium Phosphate 他自闭症 有些方面 又改善了 那最后 我就会用一些高质素的 多种维他命 抗氧盐 那这些都是一种很好的 在自然医疗里面 我经常用得着 除了上面的针对性 我一般来说 就用多些钙 因为钙是 对我们健康的神经系统 是很重要的 那通常我们建议 用量都是500mg 一日 那床的就是 CoQ10 CoEnzyme Q10 那我知道 这个也是帮助我们 健康的脑的功能 很重要的 那我们都会用的分量 大概25-50mg 每日 那还有一个 我就用什么 就是L-Carnadine L-Carnadine 其实 不单是 对我们的心脏 那个 那个 能量的 运用 和对我们的神经系统 都非常之有 帮助的 那用量方面 都是250-500mg 每日的分量 那这些是我们在 就是在目前 在 在那个 这个里面 我们就是很 就是很 很常用得着的 那我发现 在 在 多方面 我应用 我们会看到 其实 是在 自闭症的不同的症状 都会 因为用这些工具 是 有不同程度上的 改变 改变 这一节时间差不多 稍后回来继续自然疗化与你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 28824848 网址 3W 多 H E A L T H SHOP.COM.H K 欢迎回来 原网台的自然疗化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 自闭症的自然医疗 那袁医生 刚才你和我们提到 有很多 其实食物的补充剂可以处理到 自闭症 那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我知道你主要是用 同类疗法的 那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同类疗法 有哪一种疗疗法可以处理到自闭症的 其实同类疗法里面 可以说是用处理自闭症 其实我最突破的工具 其实都是依赖同类疗法的 我们以前也介绍了一本书 这本书是英文书 没有翻译的 叫做Impossible Cure The Promise of Homeopathy 这个作者是Amy L. Lansky Amy A-M-Y Lansky就是L-A-N-S-K-Y Amy Lansky 她是一个PhD 是一个博士 她本来在史丹福大学 也是一个电脑工程的博士 原来她有两个小朋友 其中一个是有自闭症 当然她也到处尋找有效的方法 她无意间看到有份雜事 介绍说同类疗法 她在加州附近 她找到一位同类疗法的医生 为她的小朋友进行治疗 在同类疗法的出心治疗之下 她的小朋友基本完全康复了 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五 她根本不知道她这个问题 始终她自己也是一个博士 是 史丹福大学的博士 她对同类疗法 产生很浓厚的兴趣 意思是她自己又专研 又上很多课程 自己是一路学习 结果就写了这本书 叫做Impossible Cure 大家有兴趣 就可以来我们的健康店 可以买得到这本书 Amy Lansky的Impossible Cure 在同类疗法的书籍里面 有另外一本书 我也想跟大家介绍 这本书可惜都是英文 下面有翻译 叫做 A Drug-Free Approach to Asperger Syndrome and Autism Homeopathic Care for Exceptional Kids 他叫做Exceptional Kids 这本书是有一种很结出的小朋友 这本书呢 这本书是Judeth Oldman 以及Robert Oldman 以及Iain Luke 这三位都是治療法医生 这本书呢 大家都可以作为参考 这本书呢 当然呢 他会讲解自卫症的症状 成因 之之之 最后呢 他有很多案例 那说他呢 结果呢 他用哪个疗剂呢 来做处理的 那当然呢 大家知道呢 在同书疗法呢 我们的医病呢 其实我们要整体考虑 但我们都要个别性配药的 那即是说呢 同书疗法的医疗 那个自卑症呢 就不会是一个某种的疗剂 即是特别 即是医得最多 那不是的 我们都要考虑很多的 很多方面的 那我们 在健康店呢 也有这本书 大家有兴趣 就是我现在是 在我现在教的同书疗法里面 是一个教科书的 那叫做 Homeopathic Clinical Repertory 那是 那作者是Robin Murphy 那这个第三版的了 那在他的那本书里面呢 他记载了有19只疗剂 是 即是19只疗剂 是成功地呢 是 是帮助或者医好 那个自闭症的 那其中呢 那一个 那一个比较常 特出一点的疗剂呢 就是Casinosum Casinosum 其实这个疗剂呢 是由那个 一个 与癌的病人里面 那个细胞呢 癌细胞里面 是提炼出来 将它稀释 充能 成为一个疗剂 那Casinosum 我现在可以这么说 我们现代的 即是现时的 病呢 其实很多是癌 所以这个Casinosum 亦都可以这么说 是我医癌症里面 经常用得着的 一个疗剂之一 那就是Casinosum 是一个 我都经常用的 还有一个疗剂是 Nedmur Nedmur 就是炎型 大家都知道 炎型的细胞 通常是比较沉默一点的 不太喜欢说话 我亦都有一些 有些小朋友 他都是自肺症 他有一个很明显的症状 他是很内念 是不喜欢说话 那我就用 以及他的体型 通常是比较瘦瘦 尤其是颈部 那方面比较瘦瘦 那我就很乖 这个小小小时 很乖 那我就用Nedmur 这个炎型的小朋友 那除此之外 我有另外一只 叫做Calybromide Calybromide的症状 很多时候 小小小小小 是很多手的动作 你会发现 自肺症 很多小朋友 你的手有很多动作 用手去搞东西 很多时候会有这样的动作 Calybromide 也是我经常用得着的 左一个疗剂 叫Hyocyanus Cyocyanus 这个疗剂它的主要阵型 它的特征 就是小小小喜欢吃点露向下 ,小小小时 你会看到小小小起身 他不是开起身 他号餵 好像有大灾难来临 听到小声音就很惊恐 很异常的敏感 这个我就会用到Stramonium 还有其他例如Lycopodium Lycopodium是石虫型的绅分仔 通常人们有很多血糖低 不饿得 喜欢吃那些淀粉质的东西 还有很多胃气 有很多放屁、药气 石虫型的性格 我们看到很多门口狗的性格 即是说 表面装得很大胆 但内心世界比较好 我们也有十几个尿剂 当然尿剂很难自己去用 当然我们也不会反对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在健康店买这套书 最吻合你的小朋友 大家都知道我最近已经开了班 开班教授的同学调法 我发现很多时候的问题 如果能够自己在家 遇到问题即时应用 在健康医院的健康医院 会比较好 至于身体已经被其他药物 弄到伤残了 再用同学调法方 刮在医院 有时就比较困难 所以我决定了 将同学调法医院 广泛教给多些人 所以我们过去都曾经 在自然疗法医院里 都说过 可以带一例 可不可以和大家 大概哪一集 如果想找到 一百多集 之前在第七十四集 题目是有关小童问题 自闭症管教 过度活跃 另外还有一集是 一百五十五集 是同类疗法医治自闭症的 在那里 我亦可能有详细的讲述 一些疗法医院 大家不妨去听一下 如果真的需要的时候 如果自己真的很有兴趣 可以买两本書看看 其他方面 有时会做体质水疗 因为体质水疗里面 我们会用太空小铃精 去调理自禄神经系统 即是改善抢道的功能 我都跟大家说 其实很多时候 是神经系统的症状问题 在我们的体质水疗里面 我们会有一个 其中有一个步骤 就是用小铃精 来调理自禄神经系统 除此之外 重金属的排毒 或者处理了抹菌 或者病毒性的问题 其中有些人 曾经会试试用高压量 高压量 高压量 在香港我认识 有一家公司 曾经在九龙有一个工厂区 成立了一个治疗中心 但其实很多年前 可能香港人对这方面的认识 还是少了 应用的人可能都不多 结果可能都关闭了 但我最近也有人听说 原来香港有些人 又开始提供高压量治疗 这个也是 始终的脑袋 尤其是高压量 对一些所谓 中了空的人 老人痴呆 发现在这种情况之下 用高压量治疗 神治 脑袋的康复 可能会更快 这是大家可以考虑的 治疗工具 治疗症 可以这么说 越多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要多方面去处理 其中大家要留意 就是疫苗注射的问题 这方面的资料 其实也有很多 那本书 也建议过很多次 就是 《Vaccination Social Violence Assault on the American Brain》 作者就是 Iain Coulter C-O-U-L-T-R 这个作者 这本书 最近断了版 但如果你真的想 去Amazon 去找 我相信你也 还可以找到 我以前 在诊所 我经常介绍 这本书 给大家看 这本书 就是解释到 为什么疫苗注射 是导致我们 现在很多 常见的 新闻仔的成长问题 包括自闭症 高度汇药 学习难 你的问题 乘难 乘女 染色症 强癖性行为 原来 都是我们 在疫苗注射 中的毒素 破坏神经系统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谢谢袁医生 好 感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